小朋友 記不記得天主在第六天創造了一男一女呢? 記得 他們叫阿當和夏娃 他們住在一個很漂亮的花園裏 天主跟他們說 花園裏所有樹上的水果你都可以吃 除了花園中間的一棵 你們絕對不可以吃 不可以 如果吃了 你們就會什麼都沒有 有一天 魔鬼變成了一條蛇 牠真的很頑皮 小朋友你看到嗎? 看到 牠在樹上 牠跟夏娃說 喂 天主跟你說了什麼? 夏娃說 天主說 我們不能吃中間那棵樹上的果實 牠說如果我們吃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蛇就說 嘿 天主騙你 如果你們吃了這個果實 就會變得好像天主那麼聰明 更會比天主更厲害 於是 夏娃就摘了果實來吃 有拿去跟阿當一起吃 啊 真的很好吃 然後呢? 但是 當牠們吃完之後 突然之間 很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牠們看見自己原來是沒有穿衣的 牠們看見自己很醜怪 很肉酸 牠們馬上拿著樹葉來遮住自己的身體 這個時候 天主就叫了 阿當 夏娃 你們在哪裡啊? 阿當和夏娃就回來回答 天主 我們躲在草叢後面 天主說 你們為什麼不聽話 你們是不是吃了我不讓你吃的果實 阿當就說 是夏娃給我吃的 不關我的事 夏娃就說 是一條蛇叫我吃的 牠說吃了 我會變得很聰明 這個時候 天主真的很生氣 天主說 你這條蛇 由今天開始 只能夠用肚腩在地上走 然後天主就幫阿當和夏娃做了一件事 第三 將牠們永遠永遠地趕出這個美麗的花園裡 牠又派天主 拿著有火焰的劍 守住這個花園的門口 不要再讓阿當和夏娃回來 牠們要在地球上努力工作 努力讀書 才可以有得住有得吃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聽父母的話 如果你們做錯事 有沒有跟對方說 對不起呢 很酷 馬上 天主 火焰